年纪大了,要避免大蒜 医生告诫,想要肠胃健康,尽量少食用这几物 年纪大了,很多老年人特别喜欢吃大蒜 觉得大蒜味道好,还能杀菌消毒 但是,吃大蒜并不是对每个人的肠胃都好 尤其是老年人,肠胃功能开始减弱 大蒜反而可能带来一些不适甚至健康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蒜对肠胃的影响 看看哪些人群应该尽量少吃大蒜 张大爷平时就特别喜欢吃大蒜 不管是生吃还是做菜,都离不开大蒜 可是最近他发现自己肚子经常胀气 胃部也有烧灼感,去医院检查后发现 原来是胃粘膜受到了大蒜的刺激 导致了胃炎的发生 医生告诉他,虽然大蒜有很多好处 但对于肠胃敏感的人群 尤其是老年人,还是要适量食用,不要过量 刘奶奶本身平时肠胃功能不太好 但他觉得大蒜有杀菌作用 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结果没过多久 他感觉肚子经常脚痛 排便也不正常 医生检查后发现 他的肠胃受到了大蒜的过度刺激 导致了胃肠功能紊乱 医生建议他减少大蒜的摄入量,慢慢调理肠胃功能 大蒜虽然有很多好处 但对于肠胃敏感或功能较弱的人群 尤其是老年人,还是要适量食用 大蒜中的蒜素对胃肠粘膜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过量食用容易导致胃肠不适 甚至引发胃炎和肠胃功能紊乱 因此,老年人如果肠胃功能不好 还是尽量少吃大蒜 避免对肠胃造成不必要的刺激 总结一下 虽然大蒜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但对于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 尤其是老年人,还是要适量食用 不要过量 希望大家能从这些例子中得到启发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肠胃健康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探讨一些需要避开的不良饮食习惯 帮助大家更好的保护肠胃 张小姐平时特别喜欢吃麻辣火锅 特别能吃辣 觉得辣胃让她胃口大开 可是时间一长 她发现自己经常胃痛 胃酸过多 甚至有时候还会反酸 医生检查后发现 她的胃粘膜受到了辣椒的刺激 导致了胃炎 因此,大家平时要控制辛辣食物的摄入量 特别是对于肠胃不太好的人 更是要尽量少吃 还有,不规律的饮食习惯 也是肠胃健康的一大隐患 很多人因为工作忙 经常不按时吃饭 有时候还会暴饮暴食 医生说 不规律的饮食会导致胃肠道功能紊乱 影响消化和吸收 长次以往会引发各种肠胃问题 因此,建议大家平时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 按时吃饭 控制食量 不暴饮暴食 给肠胃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 很多人喜欢喝酒 觉得酒能助兴 但过量饮酒会刺激胃肠粘膜 导致胃肠功能紊乱 有一位中年人平时应酬多 经常喝酒 结果发现自己经常胃痛 反酸 医生检查后发现 他的胃粘膜已经受到了酒精的严重刺激 导致了胃炎和胃溃疡 因此建议大家平时尽量少喝酒 特别是肠胃不太好的人 更是要避免饮酒 最后 吸烟也是肠胃健康的一大敌人 有一位老年人平时咽不离手 结果发现自己经常胃痛 消化不良 医生检查后发现 他的胃粘膜受到了咽草的刺激 导致了胃炎 吸烟会导致胃肠道血管收缩 影响血液循环 增加胃酸分泌导致胃肠道不适 因此建议大家尽量戒烟 保护好肠胃健康 总结一下 想要肠胃健康 除了注意避免大蒜 还需要注意减少高脂肪食物 过冷食物 辛辣食物的摄入 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 控制饮酒量 尽量戒烟 这些都是保护肠胃的重要措施 希望大家能从这些建议中得到启发 科学合理地保护自己的肠胃健康 接下来 我们会继续探讨一些 有助于肠胃健康的食物 帮助大家更好的调理身体 除了避免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要保持肠胃健康 还可以通过多吃一些对肠胃有益的食物来进行调理 接下来 我将从医生的角度详细介绍三种对肠胃特别有益的食物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 以下五种食物不仅价格亲民 而且营养丰富 长期食用可以有效改善身体状况 让你越吃越健康 一 红薯 红薯被誉为长寿食品 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经常食用可以改善肠道健康 增强免疫力 还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中医认为 红薯性平胃肝 具有健脾意味 养阴润造的功效 二 豆类 豆类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 尤其是大豆 含有丰富的一黄酮 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 中医认为 豆类具有健脾力失 清热解毒的功效 三 木耳 木耳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预防动脉硬化 中医认为 木耳有益气养血 活血化瘀的功效 四 山药 山药含有丰富的淀粉酶和多分类物质 具有健脾养胃 抑肺固肾的功效 经常食用可以增强免疫力 改善消化功能 五 西红柿 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 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 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 中医认为 西红柿有清热解毒 生筋止渴的功效 这五种食物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价格亲民 适合各个家庭的日常食用 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能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记住养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 其实健康的秘诀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不需要花大价钱买保健品 只要合理搭配这些平价又营养的食材 就能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老年人想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定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一合理膳食 三餐定时定量 遵循早餐吃好 午餐吃饱 晚餐清淡并要早的原则 细嚼慢咽 减少烹调用油 植物油25克地 约两瓶勺 减少饱和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入 增加单不饱和脂肪酸橄榄油 和三多不饱和脂肪酸深海鱼油的摄入 低盐 食盐5-6克 一啤酒盖约5克 每日膳食纤维17克 1000千卡 适量坚果25克 约一小把 盖1000-1200毫克 地平常饮食之外 另外补充盖剂500-600毫克地 每天钱币暴露日光于20分钟 获得维生素D3 获补充维生素D3-1000IUD 每天盐水水6-8杯 220毫升杯 2 活动锻炼 减少肌肉流失 控制体重 维护心肺功能 躯体功能 预防跌倒 痴呆 有氧运动 3-5-7原则 每天30分钟 每周5天以上 心率达到170年龄或稍感气喘 运动方式 采用轻中度运动 如快走 慢跑 游泳 舞蹈 太极 健身操等 抗阻锻炼 预防跌倒 积少症 至少每周两次 如亚铃操 登车 游泳 阻力带训练等 平衡与协调锻炼 预防跌倒 如单腿站 太极 舞蹈等 3-充足睡眠 规律睡眠 不熬夜 保证睡眠7小时左右 4-去除或控制危险因素 控制体重 正常人BMI18-24000克m体重指数为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亚洲老年人BMI在22.6-27.5死亡风险最低 戒烟 吸烟和二手烟对健康危害非常大 损害人体多脏器 与心血管疾病 癌症等有密切关系 戒烟约早对身体约有益 现酒酒精42克 低或98克每周 炎酒脸红者即使少量炎酒也与肿瘤发病有关 此类人最好不饮酒 三大基本指标 老年人正常血脂范围 胆固醇3.1-6.2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8-3.9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0 甘油三脂0.8-2.3 其中最重要的指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根据心血管病的综合危险 低中微人群3.4 高中微人群2.6 及高微1.8 老年人血压140分之90 高血压降压目标九十分之一百五十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正常水平百分之五点零到六点五 对于无病发症糖尿病可控制在百分之七点零到七点五 定期体检恰当的医疗诊治 避免多重用药过度体检和重复检查危害身体 五心理平衡参加家务劳动和社会活到保持人际沟通避免不良心理问题提高社会参与度并为社会和家庭做力所能及的贡献达到积极老化 记住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只要我们善待自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就一定能够活出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自己的健康加油吧